围安特勤对攻坚克令嫌犯趴下 这个犯罪集团以灵性嫌犯为首 与台北市中山区内务区等知名汽车旅馆外埋伏 锁定对象司机装置GPS追踪器 之后长期跟拍被害人的画面 再以假车祸假讨载等方式 得知目标的身份与婚姻状况等 及出面恐吓被害人 要求以数十万到上百万元的价格 将拍摄影片赎回 否则就要向媒体或家人公开散布相关资料 以此强暴胁迫方式恐吓取材 目前已知有识人受害 发现该不法集团以台北市中山区内务区 租名的汽车旅馆外面埋伏 锁定高级进口车司机装置GPS追踪器 之后再长期跟拍被害人上下车 进出饭店或是进出餐厅的画面 然后在搜寻脸书 IG或者是以假车或假淘汰的方式 来给被害人的资料 在确认被害人的身份背景和婚姻状况以后 就出面恐吓被害人 要求用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不可能的代价 警方表示嫌犯还会以假冒记者等身份 来获取被害人个资 交付赎金后 祖贤就会与被害人签订写有商业机密的合约书 嫌犯其实很多方式来获取个资 一个是他先假装自己是记者 然后或者是说他假装自己是真信社 那有时候他们也会用假车祸的方式 然后让被害人去留下自己的资料 或者是说到楼下假装是猫果外送的小弟 然后叫被害人来收领包格等等 这些假冒身份来获取的状况 警方供拘捕灵性主嫌等八人盗案 并查扣手机、笔电、GPS最终器及DV录影机 现金、本票、文件等证物 警方已经依恐吓取材、妨害自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